只见一套巨大的冰龙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这能够改变天气并召唤巨龙的斩破刀 正是被约冰雪系最强斩破刀的冰轮丸 东士郎大手运回一套冰龙便冲击而来 顿时小光长化为一片冰天雪地 其副队长因被波及刀而差点失去了双腿 而士丸一面对再次袭来的冰龙并没有选择躲避 而选择一粒破万把 只见巨大的冰龙自士丸一刀阵术而分崩离析 但冰龙并非毫无作用 分散了士丸一的注意力 让东士郎轻松摸到了士丸一 一个人死 轻松